我们同学当中 学佛多少年 几十年 我看到了 有时候我也提醒了 他也点头 但是就是转不过来 默念不知道有多少 为什么不能放下 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 思不能不办 镇定不能没有 办下 日常这么多复杂的事情 怎么能维持镇定 海贤老和尚是朋友 海贤老和尚没有一生闲着的 没有一天的 他工作量很大 他为我们实现的身份是农夫 非常负责认真的一个农夫 早晨起来到农田里面去了 去工作 天黑回来 白天干活 晚上念佛 拜佛 绕佛 累了休息一会儿 休息好了 一般他老人家都是三点钟起床 八九点钟就休息 三点钟起床 九十二年了 一般一般一十二岁 还要维持这个样子 他成功了 他做佛去了 哪一天往生他早知道 不告诉人 人家要帮他祝念 他告诉人 我往生不要人祝念 祝念不牢靠 我自己念佛就往生了 说的这个话兑现了 真的是这样走的 做人踏实 认真负责 他走的是晚上 他自己不说 大家也没有在意 那一天晚上 他念佛 时间念得很长 通常老和尚晚上 念一会佛就休息了 别人还没休息 老和尚休息了 这一天 别人都休息了 老和尚还在念佛 老和尚念佛 从来不敲隐气 今天敲隐气 大家没在意 都去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 勤老和尚吃早饭 到房间一看走了 你看 你看临走的那一天 菜园的工作一天 那 整地 浇水 八草 八草 你看他认真负责 晚上就要走了 这一天 还不空过 还要干活 都不能放半天假 老和尚 老和尚标的这个法 我们看清楚没有 佛后不间断了 浇水 心里念佛 拔草 心里念佛 枕地 心里念佛 不妨碍吗 老和尚 定居的加持 真住在镇定里头 镇定心里就是阿弥陀佛 出阿弥陀佛 没有妨想 没有分别 没有支出 这一篇经里头 最重要的 经意 我们要深深体会 依旧奉献呢 我们也能跟他们一样的 谜意 加持 接下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点赞 点赞